欢迎回来 下周二就是七夕情人节 台北大道城音乐烟火节 马上就要在大道城码头登场 要用花火来营造情人节的浪漫气氛 而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 阴仙座流星雨 也将在情人节凌晨达到高峰 相信已经有很多情侣相约 星空下见面 每年的八月份 是阴仙座流星雨到来的时间 今年流星雨的流量比较大 高峰期会出现在周日和周一晚间 最高每小时可以看到上百颗流星划过天空 天文学家建议 最好的观看时间是在午夜到凌晨之间 尤其是月亮快落下的时候 观看效果最佳 鹰仙座流星雨和双子座流星雨 以及象限仪座流星雨 被并称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不要错过观赏时机 再次